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瑞士地处欧洲中部是内陆山地国家 但又不属于欧盟成员国 首都是博尔尼 瑞士北靠德国 西邻法国 南街 意大利 东邻 奥地利和列士顿时等 瑞士通常的官方语言是德语 法语和意大利语 大部分的国土地处阿尔卑斯山脉 拥有众多的湖泊 面积不到五万平方公里 人口八百万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 也造就了多元的饮食文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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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ced kit 福 公文字幕 李宗盛 正先 好了,看到这里我们言归正传 和我一起准备食材吧 今天我们做的是苏黎氏牛肉和土豆饼 正宗版的应该是用小牛肉 但是疫情期间一切从简了 就用我冰箱里的牛里机来代替吧 首先我们来做土豆饼 土豆刮皮后可以用蒸或者煮15分钟的方式 煮熟后再来擦丝 我个人更喜欢直接用生土豆来擦丝 土豆擦丝完成后 加入黑胡椒和一勺盐 抓匀以后搁置15分钟 15分钟后 你会看见土豆丝被盐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这样我们就把水分挤干 挤干水后准备好一个平锅 放油加热 锅热了以后把土豆丝码放在锅里 用炒菜的铲子压紧压实 压出一个土豆饼的形状来 最理想的就是这种金黄的颜色 所以不能用大火要用中小火 时间也得控制好 翻面前要仔细地观察土豆饼的底边颜色 翻面以后的土豆饼下边是没有油的 为了防止出现土豆淀粉的粘黏 需要贴着锅绕一圈把黄油化开 这样就不用担心锅底会黏 同时黄油会让土豆饼的味道更香 颜色也更好看 土豆饼翻面以后加入黄油 用小火加热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准备做牛肉的食材 先把洋葱大蒜荷兰切碎 蘑菇切成片 任何的蘑菇品种都可以 切一个柠檬 西餐去除鱼腥和肉腥味 基本上靠的都是柠檬和葡萄酒 而不是用我们中国人常用的姜 我们先把牛肉切片 如果是小牛肉的话就切得更薄一点 我今天用的是牛里脊 大概最多也就是一厘米的厚度 油锅热了以后 就可以一片一片地把牛肉放入平锅里 用中火煎牛肉片 撒点黑胡椒和盐 不到两分钟就得翻面 再加入一点黑胡椒和盐 我们需要把肉做到外焦里嫩 所以肉的质量还是挺重要的 翻过面过一会儿 你就会看见有血水渗出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肉盛出来 放在控栏里控一下肉汁 把牛肉片盛出来以后不用洗锅 直接借着油锅炒香洋葱 放入蒜瓣以后可以再加入一块黄油炒香 接着呢放入蘑菇片 翻炒一下盖上锅盖 焖一会儿 中文字幕立东口 蘑菇焖一會兒之後打開鍋蓋 加入一小杯量的白葡萄酒進行大火翻炒 翻炒後再加入牛肉片控出來的肉汁 攪拌之後再加入點高湯 我今天剛好熬了一大鍋的雞湯特別鮮 你也可以用別的高湯塊進行替代 攪拌以後加鹽調味之後再加入奶油 奶油的量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愛好 喜歡多汁粘稠的就多加點 我今天的奶油是全脂的 你也可以用half half奶油或者是牛奶替代 但是口味就會有厚重和清淡的不同 等到蘑菇完全的入味在奶油高湯汁里 就可以再加一點黑胡椒 然後放入牛肉片兒攪拌入味 稍微的燉一會兒就可以了 最後在牛肉出鍋前撒入切好的荷蘭芹 擠點兒檸檬汁進去 把牛肉盛入到可以放在加熱器上的小鍋里 現在就可以準備開飯了 擺好餐桌 點上加熱器的蠟燭 瑞士人或者是生活在瑞士有年頭的人 都知道土豆鴻溝這一說 土豆鴻溝就是來自於這道瑞士的名菜 黃金土豆餅Roasty 小牛肉可以換成牛肉 但是不可替換的就是這道外焦里嫩的黃金土豆餅 土豆鴻溝指的是性格飲食政治取向 有差異的德法區的居民 在飲食上好像是法區的人會更講究一些 土豆餅配上肉柳 如今已經是瑞士高級餐廳的必點特色菜 也更是普通百姓家的家常美食 好這就是我今天給你帶來的 酥梨式牛肉和黃金土豆餅 如果你喜歡就請你給我點個贊 我們下一期再見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